A2聊四季 天梯中克星 大家好 我是Rail 今天來看義大利人對於上伯格地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11點鐘方向的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特色是他的升級時代史有折扣 而且他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你可以出劍勇、可以出強弩、戰矛、三攻三防 全部都有 而且還有大肉碼、品種、分中技術 也有拇指環 甚至有火槍、火砲 比較便宜的特性 義大利人後期還有巨重科技 可以讓熱納、弩手跟傭兵 防御率再更高一點 義大利人也是我比較推薦 新手去練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可以全能之外 可以讓大家可以練到步兵、工兵、騎兵的玩法 還有火槍、火砲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也就意思說 你玩義大利人 你可以練到所有的東西 而且沒有任何經濟加成的關係 你再去玩其他有經濟加成的文明的時候 也不會太有不違和感 有些人可能練了賽特人 然後再去玩其他文明 你就會發現 賽特人伐木這麼好 玩其他文明怎麼伐木這麼慢 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義大利人是練基本功的一個好文明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HERA HERA這邊出身的位 三點鐘方向 選擇了伯恩帝人 伯恩帝人 伯恩帝人特色是可以在前一個時代 就可以提升下一個時代的經濟科技 而且還擁有折扣 實務上折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伯恩帝人有些打法會在黑暗時代有100肉的時候 就去點下一級伐木的一個特殊玩法 但是現在封建時代還是要搶肉碼的關係 所以在這個黑暗時代點一級伐木這個能力 還是會比較常在在經濟場看到這個點法 在阿拉伯來的時候不太會有這種特殊點法 伯恩帝人他的騎兵路線比較可惜的是沒有品種 但是他的馬舊科技都是半價的 不管你是要點大肉碼或是遊俠 這個食物都是非常便宜的 可以看到只要650塊而已 非常省 那後期他的火炮火槍有額外增上效果 而且也有這個大腸兵劍兵勇士 那後期還可以點下伯恩帝葡萄園 可以獲得這個農天裡產生黃金的效果 結果HERA這邊點下了一級伐木 那HERA這邊對於自己的升級來說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還是選擇了黑暗時代就點一級伐木的一個特性 那有人會說先點的話其實加成步驟 確實是加成步驟 因為你黑暗時代大部分的村民都是在吃肉的 而不是在伐木 所以有些人還是會果斷的趕快升封劍時代 去點這個肉碼 點完封劍時代再點一級伐木的這個流程 那HERA這一把是直接開局就點了 好那這邊還可以18匹升到封劍時代嗎 先點一級伐木怎麼感覺肉會不太夠的feel 好尷尬了真的不夠 哈哈哈哈 好這就是阿拉伯黑暗時代點一級伐木的問題 這個封劍時代很難點啦會變成19匹喔 本來18匹變19匹 慢了一匹 好那點下封劍時代之後就可以考慮來點一級農田了 好但是現在這裡木頭不夠喔要先點均銀 好先點一級農了 欸怪怪的怪怪的 你沒有打算要打肉碼了嗎 這裡點一級農就代表肉碼很難點了 現在連均銀都沒有 好我在這個位置 他怕均銀蓋不起來 蓋這個位置可能蓋不起來 因為沒有辦法用城市中心去保護住這個村民 我這個位置也可以 好NBL家裡已經圍好了 好點下了織布技術 還偷織布啊 NBL太狠了 不是NBL HERA太狠了 偷點織布 好三棒棒過來 好看到你肉碼那麼慢出 不知道你在幹嘛 先拿個三棒棒來敲你頭 但是三棒棒怎麼不動了 放棘扣嗎 感覺不太像 好轉裝甲 想要長招 等裝甲 好正在等裝甲很明顯 這正在等升級 好等一下可以來看一下這一波裝甲突襲 HERA會不會看到呢 好看到了 但是來不及逃 這要注定要死一村 拉更多村民過來 這裡可以繼續砍到底 右邊再一村可以拿下 這一村殘血的村民 趕快打 我們這個村民一直在追 回頭砍一刀 兩刀拿下 前面村民還在砍 右邊殘血的洛馬高達地 來秀一下 一村 OK 還在砍 這三隻裝甲砍了四隻村民 好強好強 再一刀 哇結果那隻殘血的村民不敢打洛馬 最後還是送掉了 如果那隻洛馬敢打的話 至少可以拿個五村啊 長裝甲直接殺了四村啊 我的天 HART HERA HERA這邊經濟應該算是炸了 炸了 原本這個惡農惡木的經濟優勢 感覺吐回去了一半左右了 好那這邊HERA打了一個很特別的升級 黑暗封建不出兵直升惡農惡木 然後被抓了四隻村 有點慘烈 有點慘烈 好我們來看一下地圖 地圖部分黃金在前方 上面有一塊黃金 那下面有一塊黃金的位置 兩邊的感覺是比較偏遠一點的 偏遠的位置 好後面四季補向 那這波地圖其實可以圍大 這樣子圍 圍過來 過來 然後這邊再圍到底 或是圍上去也行 整體看起來還算是蠻好圍的 但是要圍大才行 那MBL 這邊的黃金位置很不錯 這樣子圍的話 黃金在裡面了 而且這塊附近問題比較大 應該是還好 這邊可以補城鎮中心 或是這邊開一個城堡補TC也行 後面這裡也可以補城鎮中心 這個位置看起來都還蠻不錯的 這裡也可以補 能補TC的位置很多 好這個槍兵終於戳到這隻洛馬 ERA這邊已經點下了城堡賽 護衛家 挖石頭 要來出馬上清裝兵 OK ERA走寶兵 呦呦 那第一根城堡應該是會插在家裡 這個高地插一根寶還不錯 好這裡槍兵要一直按了 好 好這隻洛馬過來 好兩隻洛馬過來集結 想打村民嗎 好先點品種 跟蹤技術 一攻一防 好先開一個TC 石頭還不夠 喔這村民有點危險 又要再死一村 開局16村 36對30 世界冠軍ERA 這一把應該也是故意不為的 應該也是想要訓練自己的反應能力 跟當初Viper的訓練方法一樣 有可能是Viper跟Hera現在成為隊友 他有傳授一些他之前練的一些秘訣 Hera也是持續在精進自己的玩家 別人給的建議 他也是非常能夠吸收的一名玩家 所以才可以到達這個世界冠軍的Level 好那我們先來看到 我們有地人點出這個城堡 第一隻輕裝兵出來 也要花到21分鐘 所以阿拉伯直層打 城堡寶兵 是一件非常壓力大的事情 這個寶兵出來 這個一段時間 也還不是非常有殺傷力的 所以寶兵單位不太建議直接打 就是因為城行速度慢 給到對方壓力太小 而且還要挖城堡 欸這個聖女點掉 漂亮 殘血肉馬回家 兩隻聖女過來著想 卡不住 逼退 但是又來了第二波 這一波要打了 抓到一隻 輕裝兵而已 沒有兩隻可惜了 找想到兩隻的話 這裡就可以 可以逼 稍微逼退回去 那MBL這邊也是很多人挖石頭 有可能這邊也是想要打勒納奴獸 那待會就可以把TC 這個城堡 補在這個位置 高地堡 這樣門面就守住了 而且黃金也能稍微守住 不會被偷挖 好 NBL也點下了 這個二級農田 然後可以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現在是1665分 對上HERA 1535分 雖然義大利人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遇到有經濟加成的HERA 靠著這個基本功 跟一些戰術規劃 已經打出經濟差距了 67村對53村 村民差距有點多 挖寶打UU 就很容易落貨3TC開農 的這個村民數量 經濟挖石頭真的是太傷經濟了 OK 現在補下了這個城堡 這個城堡補號 就有熱納奴獸手了 前期兩邊打的算是偏農 好 義大利人 點下了手推車 好 後面 這裡要趕快 補關都的村民 二級色也點下 大學也點了 好 左邊馬上清中兵 稍微打一下 MBL點了很多生率 好 生率要小心 找一下 拉走 好 開始轉熱納奴獸 農手 但是HERA已經點帝王時代了 73村 點帝王 那這裡要不再補個TC嗎 先補個大學 TC要不要再補 不然這個村民數 分數 差距太大了 經濟有點落後了 這邊分數落後了大概800分左右 這一波馬上清裝兵 也沒有東西可以打 而且現在MBL家裡有生率 也沒有辦法嘗試破門 好 第二根城堡也補下了 好 稍微買賣一下 點下帝王時代 兩邊一路農道帝王 好 後面開始補射箭場 應該是要轉火槍 還是轉戰矛 轉戰矛 不是火槍就是戰矛 只有這兩個血像而已 好 戰矛打熱納奴手 還有打這個森鋁 效果都不錯 好 那待會化學 上去要先點 待會火炮可能會出來 好 化學 先點下 OK 點化學了 這根城堡很該好 就進入到了射程範圍內 還有三級射 這裡再補個三級射 就完美了 戰矛兵開始量產出來 Ara正面 但是沒有問題 兩根堡都是高地的 好 三級射來了 現在義大利人點下了銀貫技術 巨盾 哇 這麼早有點巨盾 好 這些村民有點危險 好 再圍拉一下 欸 這個 這個木區差一點挖斷 NBL有把這個村民 拉到左邊挖這個木頭 小細節小細節 好 這邊繼續挖 直接再補個房子 這邊就沒問題了 現在NBL 的組成搭配 比較偏攻兵喔 那要打戰矛兵 跟馬上輕裝兵的搭配 也可以混搭戰矛兵 自己也出戰矛 戰矛配勒納奈奴手 是OK喔 那還是要配個火砲才行 後面要再補工程器製造所了 這個要掉了 好 義大利人直接走一個全火城部隊 遠距離 戰矛 義大利 倫奈奴手 森鋁火砲 再看情況 也可以轉火槍 但打伯恩帝人 應該是用不太到火槍喔 伯恩帝人的步兵路線 並不是那麼的強大 沒有輪甲技術 而且也不划算 繼續走馬路線 可能還是比較好一點 按走馬路線的話 倫奈奴手的問題 依舊還是要找個機會解決掉才行 死了一隻 巨型頭C 快被打破 血量拉了回來 兩邊巨頭對丟 HERA先慫了 巨頭開始拆卸 回家 好 又抓到了一隻 勒奈奴手 結果 被打掉了 NBL點下了啟示思想 增加一下 生女的CD 招搶時間 哇兩邊 都沒有一個大規模的強攻 但是NBL開始 要進攻了 火砲來到兩台 要不要補三台呢 三台火砲 一次開砲 就可以打掉一台 巨型頭C 但HERA的火砲也出來了 打了一砲 再一砲 一滴 兩滴火下來 火砲這邊 攻擊力很高 40加10的傷害 要是火砲能夠高打地的話 兩砲就能搞定 好 伊達利人 點下救贖思想 招想問題 沒問的 現在就是 兩邊要 先把經濟農到最好 科技點一點 唉唷 伊達利人 這裡再轉 傭兵囉 斷鬥技術 復衛技術 都點下 兩邊一路農到了38分鐘 還沒有大規模的開戰 城堡只被拿掉了一棟 HERA這邊守推車 還有10秒鐘 下方的城堡 又補了一個 現在兩根堡 還可以繼續出輕裝兵 但輕裝兵路線 不知道還沒要繼續走 要繼續走的話 還是要點個精銳 剛講完就點了 好 OK 點下精銳 火砲 躲掉 那盧守往前 射不到 哇很少看到兩邊 來到快要40分鐘 才要開戰 這個傭兵 別衝吧 這個感覺衝了 不會有好事 好繼續 好招想 這波要上了 招想不會退了 這波招想不想斷 所以繼續往前走 招到了一台火砲 第二台火砲 來不及拿下來 最後成功招想一台火砲 前面的輕裝兵也招想了一些 但是正面這一波打起來 NBL是會打輸的 哇 這一波打起來真的是虧 但是還好 還好有抓到一個 火砲 但是生與死的數量有點多啊 好 義大利人也點下了精銳 熱奈亞奴手 兩軍40分鐘 才打第一波 好 這裡來看一下 火砲打得漂亮 好 中午點下了三防 現在三攻三防 還差個攻擊力 龍兵從後面衝進來了 這一根城堡來的幾件嗎 好 熱奈亞奴手 開始在甩攻 哇 馬上群眾兵傷害有點高啊 打熱奈亞奴手也很痛 兩兵都在互槍傷害 好 傭兵稍微扛一下 後面的傭兵直接阻止了這根城堡的劍起 這一波城堡沒有辦法蓋起來 正前方呢 馬上群眾兵已經送了一波 退不成軍 後方戰貓兵趕快收頭 好 最後只剩下五隻熱奈亞奴手在前線 後面傭兵已經四處逼滴 抓掉了非常多村民 傭兵跑得快啊 好麻煩 解不掉解不掉 哇這一村被抓了29村 30村 再繼續上升 至少抓了25村左右有了 哇 這一波 暗必爾羅 血鑽 不虧 這邊蓋TC 海流基蓋好又被抓到 這一波死傷慘重 沒辦法 打光了 好 正面高低 死守 那邊有了三攻給下 現在村民處只塞104村 海外的經濟來到了極限 買賣博 買了2百肉 花了210塊黃金 NBL表示你買肉 那我就賣肉 那我就有更多的黃金 好 左邊補了一個軍營 那這邊又看到了 欸又有一個城堡 這裡繼續往左擴 好 那MBL 這邊要考慮的是 要不要轉 大槍兵 再不轉大槍兵的話 黃金消耗會有點兇 好 好 青裝兵高打低 打傭兵效果很好 好 傭兵稍微抓到了一些 戰毛兵 戰毛兵一直在走 欸 點掉了僧侶 好 火炮中打到一炮 大玩的 血量掉的有點多 這一波上去 開始砍火炮 火炮直接兩台被抓掉 漂亮 這波打得很好 再來青裝兵上前 再抓個兩隻 有機會嗎 司機時間還沒有好 好 完蛋 全送部隊 ERROR的部隊全送光了 兩棟城堡的火力交叉 傷害實在太高了 好 兩台火炮被招翔掉 MBL 這一次成功用了僧侶 一血前尺 OK 那現在 戰毛兵 數量還是不錯的 25隻 在搞地 MBL 這裡補不下了更多的傭兵 好 巨型投司機 開始要慢慢架起來了 這一波進攻 沒有打算要停滯 好 繼續招翔 這一波小心 瑞亞奴手 後面輸出 高打第一 馬渣 等等等等 危險危險危險 OKOKOK 這裡聊車 這裡聊車 火炮在後面 擋著阿 要是沒看到的話 瑞亞奴手會損失 很多 這把真的是沒看到了 這一次是真的沒看到了 酷了 死了一堆 火炮去攻擊 傭兵想要直接抓火炮嗎 有點難吧 這波再等一下 城堡成功拿下 後面藏軍營馬舊 哈 在人家後面種田是甚麼意思 有必要嗎 到人家屁股種田 在世界冠軍的後門種田 聽起來怪怪的 好 那現在 義大利人點下了二級馬卡 準備要來轉大肉馬了 現在HERA一直想辦法 想要使用火炮 去打掉後面的瑞亞奴手 但是戰毛兵其實也點掉了非常多的數量 正面的馬上輕鬆兵 有點困不成軍 被傭兵直接打破了正面防線 右邊的火炮有機會被抓掉 因為傭兵打火器很痛 一刀拿下 哇 拿掉兩台 這樣就賺五百斤了 450斤才對 直接賺450斤 好賺阿 義大利人點下了大肉馬 三級的馬卡還沒有點 這一場 義大利人 步兵騎兵工兵火炮生旅 都玩到了 什麼兵 什麼兵種都能練到 新手練義大利 肯定是非常舒服的 什麼兵種都可以玩得到 完蛋了完蛋了 這一波 被抓到了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會讓他全滅喔 這個馬上輕鬆兵 感覺打一波就全吃了耶 好 但是Hera錯過了這一波機會 好 現在後門有馬救 開始被騷擾後門 輕鬆兵去救一下 這面部隊全撤 知道輕鬆兵上來還要擋住 好 三級馬卡點下 好 再後門種田 終於被發現了 Hera現在村民出 只剩98村 賣了500的木頭 換了70塊黃金 現在黃金價格 已經來到最便宜了 家裡被打殘 但是還是有四聖物 四聖物還在狗一下 但是要狗也是很困的 這個建築物看起來密密麻麻 好慘烈阿 現在這些馬 有點難搞 雖然用輕鬆兵還是能解 但是經濟一直被騷擾 Hera支援量也不是很能繼續打一波 哇 結果這邊又在送馬 送了三匹 然後落馬一直在後面 這三個馬就解不掉 還是要按一台巨型頭C 但是現在沒黃金 所以巨頭按不出來 好 稍微點了一下 補了更多輕裝兵 MBL 這邊補充了非常多的大落馬 大落馬抓戰毛兵 火炮打一炮 漂亮 又打到了一些倫亞奴手 倫亞奴手在後面想要輸出 沒有輸出環境 射個兩發 往後拉走 這邊更多的落馬 往前衝 打戰毛 火炮後面補個傷害一下 但是沒有預判到很好的位置 後面輕鬆兵直接無腦A A掉了所有的大落馬 落馬全部死去 這波Hera 打得很好 好 聰明術 終於拉回到了快到一百村 右邊 洛馬還在抓 這個輕鬆兵怎麼在打建築物啊 不抓馬了 這波馬一直在後面又在拖抓 好 聰明術 NBL後面的倫亞奴手 一直沒有辦法很好的輸出啊 好 這波肉馬可以往後拉 火炮又打了一炮 又死了三隻倫亞奴手 OK 這波真地戰 NBL已經慢慢獲得了上風 後面肉馬一直在逼滴 各種偷抓 好 像沒辦法了 Hera 還沒有放棄嗎 是生物這麼能狗的 哇 漂亮 這個火炮 終於砸到了一個中心點的戰卯 好 戰毛兵四十四隻 這一波肉馬上前 戰毛兵躺在前面 馬上輕鬆兵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幫到戰毛兵 戰毛兵直接死了一整排 只剩下少量的二十一隻在後面 但倫亞奴手這次 這一波一定要開打 沒有打算要再跟你繼續迂回了 這一波一定要把你拿下 Hera 這一波請全軍之力 直接擋住了第一波的傷害 第二波肉馬往前補 但是倫亞奴手的數量還是有點多 但是後面的火炮還活著 這意味著Hera還是能去進攻 但這一波打下去 馬上輕鬆兵的數量也被下降了很多 只剩下十四隻 戰毛兵的數量不到十隻 火炮兩分 還在繼續輸出 大肉馬就去場前補 倫亞奴手高達低 瞬間解掉了非常多的馬上輕鬆兵 馬上輕鬆兵 現在不到十隻的數量 Hera 退不成軍 MBL一波使用肉馬 淹死了對手 沒了 正面擊破 漂亮 MBL最後一波徽戰 打得十分謹慎 高低優勢有拿到Hera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MBL拿下比賽勝利 最後出了145隻的勒河奈亞奴手 跟135隻的傭兵 Hera則是出了132隻的馬上輕鬆兵 那感覺上是不知道把黃金花在哪裡 還是黃金被控的關係 黃金感覺不是用得很好 可能是轉兵轉太多了嗎 三攻三防全都點 除了步兵沒有點之外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最後是由MBL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黃金的部分贏了14000 黃金部分贏了3000多 Hera這把黃金是真的感覺偏少 有可能是野金被MBL給挖走的關係 是嗎 可是感覺他好像也有自己挖了一塊 怎麼感覺黃金上還是有點少人呢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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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ora 안내 總督 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